9月7日的立法会选举很快日到了 有点观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大家都有和我差不多的感觉就是 最近看的选举论坛被人感觉就是炒炒闹闹 甚至很多所谓同室粗锅 这些本来大家应该是友好的团体都在互相攻击 令人觉得有点厌烦 另一方面在论坛里面批评多多 但有建设性的建议相对很少 大家似乎只是丑化对方 就像大家应该选你投你一票那样 我觉得这也有些是无谓的 为什么候选人不讲一下自己究竟有什么理念 和想怎样呢 另一方面见到很多团体 一些的传媒或者知名人士 很多都是双重标准的 对自己友好就比较宽松一点 对于一些和政见不同的 就用一个非常严苛的 甚至吹无求疵的方法来作出批评 令人觉得有点可惜 当然另外一个情况 就见到一些候选人 有些觉得他不单只是忽然民主忽然民生 甚至于在教会圈之内 我们看到好像有些人忽然热心 也有些人在一些问题的立场上面 有些忽然转态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只觉得 其实呢 关于候选人究竟怎样想问题呢 其实大家应该做多些功课去了解 究竟教会面对这个选举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我只觉得有几件事应该留意 第一我们经常说政教独立 其实不是政教分离 因为讲政教分离 大家觉得好像 甚至呢 教会完全不去关注这些社会事务 包括选举的事务 其实不应该 不过我们很明显 政教是独立的 政府 政治和教会之间 是有一些的守则 我们需要遵守的 不会在当中大家混乱了 我想基督徒应该积极参与 这件事大家都不会反对的 积极参与包括你去参选 你去助选 或者你去支持某些候选人 最少你去投票 我想这件事都应该做的 但是作为教会或者教目同工 我想就要小心一点 尽量要保持一个中立 避免被人觉得 他和某个政党 或者某个候选人 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 我想教会不应该 压住在任何候选人的身上 我想教会最能够做的 应该鼓励 弟兄姊妹 投理性 而不是感性的一票 不要看到他掛着名号 叫基督徒 你投他一票 我想这样就太简化了 也不要因为单单 他支持我们某个议题 我们就投他一票 应该全面一点 看看候选人 各方面的表现 才决定投票的取行 我觉得起码有五方面 我们应该特别考虑的 第一 就是他怎么看一些政治 政制的问题 譬如他知不支持民主 普选的制度 知不支持要求政府更加公开 和问责 另一方面就是民生 对于普罗大众 影响大家生活的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社会的措施 要怎么做呢 我想他应该有个看法 不过我们就希望大家 不要只是派钱派钱派钱 那些想法应该比较上 具体可行 而我们社会是负担得来的 另一方面 这些伦理议题 我们觉得都很重要的 不应该单单看政治民生 忘记了很多价值观 譬如他怎么看色情 和暴力的资讯 他怎么看赌风的问题 他怎么看同性婚姻 性倾向其业条例 我想都是值得我们去参考 一些投票的准则 另一方面 候选人他过往在议会的言论 都是重要的 既然叫议员 我想他应该有一定的议事水平 不要说得不清不楚 大家都不知道他想怎样 而且他应该在议会里面 推动到某些理念 另一方面 最后要考虑他过往有什么政绩 有什么行动 在地区工作 在他立法会 如果做过议员的期间 他究竟做了什么 或者他作为一个公众人士 他过往在不同的范畴里面 究竟做了什么 我想大家应该都是参考 也包括他过往在媒介里面 接受过访问 他对很多东西的立场和看法 值得我们做些功课去看 我想我们千万不要投无知的一票 在今次选举之前 有不同的团体 包括监察导峰联盟 包括了另外的就是维护家营联盟 性文化学会和明光社 我们也做了一些问卷调查 问一些候选人 他对赌风蔓延 他对同性婚姻 这类的议题 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将有关的结果 已经放在我们的网页上面 大家其实可以上我们的网去看看 了解一下每一个候选人 他们对这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 一些家庭伦理价值 究竟他怎么看呢 我想了解他们的一些看法 在大家去决定 投不投他们的票的时候 我只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在做完这些问卷调查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观察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我们看到 在回应这些问题的时候 赌博的候选人都比较愿意回应 但对于性倾向和性婚姻的人 很多人宁愿回避 我想他们回避的程度 其实反映了一些心态 另一方面 就连一些过往已经有明显立场 例如他们是支持同性婚姻 或者性倾向歧视条例 他们今次都拒绝来作答 他们拒绝作答 其实某个程度一反映了 可能他们觉得 如果答了的时候 对他们可能会有些不利 也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 看一些议员或者公众人士 他们过往就着这些问题 究竟发表过我们的意见 另一方面 有些人觉得我们太着重 家庭价值 会阻碍公民社会的发展 影响民主法 我只觉得没有矛盾 我们要发展公民社会 其实需要要求有公民质素 要不然我们就会变成 像台湾那样 虽然有民主制度 但是上台的政府 继续贪腐各方面 其实没有什么改善 我们希望有公民社会 同样要有好的公民质素 我想大家很重要 就是希望在投票的时候 其实一票都不能少 希望每一个都是投票 每一个都重视自己的票 因为今次竞争相当激烈 我们相信可能每一区 得到最后议席的人 他赢的票数可能只差几百票 就会影响整个选举结果 所以大家每一票都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记得做完功课 要去投票